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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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防火保护工程师Lisa Scott 女士和核规和实地操作办公室的资深核规官员Justin Jurgle 先生 Hello my name is Lisa Scott 您好 我是Lisa Scott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毅然性测试实验室的资深防火保护工程师 我在我们这一机构工作有20多年了 从2007年起我就一直是床垫亦然性测试团队的主管 Hello my name is Justin Jurgle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规和实地运作办公室资深合规官员 我在委员会工作有12年了 负责执行CPSC的床垫阻燃规定有6年多了 在美国和使用床垫有关的死亡和受伤的火灾事故 每年平均导致330人死亡 比如根据美国全国由意外火灾引起的火灾死亡 受伤和财产损失评估报告 因床垫引起的火灾是导致在家中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床垫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首先强调符合美国床垫安全的法律和法规的重要性 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632部分 16CFR part 1632 细数关于床垫和床垫的美国联邦规定 第16卷1633部分 16CFR part 1633 则细数了接触到明火的床垫套组的美国联邦规定 我们也希望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可能导致对消费者构成危害的缺陷床垫或不合规床垫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我们要讲床垫规定覆盖的范围圆形与合并保存记录和标签要求 第二集讲1632部分中关于银燃点火测试方法 第三集讲1633部分中关于明火点火测试方法 首先您能不能讲一下是哪项法律属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监管消费品 具体的说今晚床垫和床垫垫的呢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床垫规定是由三部法律来制定的 祖燃规定由易燃知物法制定 签含量规定由联邦危险物质法制定 婴儿床垫规定以及林本耳甲酸纸产品登记卡 产品追踪标签油漆和涂层含签的规定 由消费品安全法制定 易燃知物法对各类与纺织品相关的产品 诸如服装、儿童睡衣、地毯和小块地毯的联邦组燃规定 做了详细描述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 床垫和床乳垫在1632部分和1633部分管辖之下 CPSC对床垫是如何定义的呢 那么还有CPSC床垫阻燃规定涵盖哪些范围呢 床垫由我们刚才讨论的两部阻燃法规管辖 床乳垫只有1632部分管辖 床垫是大多数人很熟悉的产品 CPSC法规对床垫的特别定义是它是原意用来或被推销为可睡在上面的产品 另外除了传统床垫之外 婴儿床床垫、日式床垫、沙发床或露营床床垫、水床床垫和气垫床床垫 也必须遵守祖燃规定 我想特别指出 经翻修的床垫被认为是床垫 因此必须符合我们所说的两部美国联邦祖燃法规 床乳垫是薄而平坦的秤垫或软垫 用于放置在床垫之上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 床乳垫只有1632部分管辖 除了两部法律所涵盖的产品有不同之处之外 这两套易燃性法规 涵盖不同的产品 检测标准也非常不一样 1632部分所描述的测试方法 使用标准香烟进行阴燃点火源检测 以评估产品对阴燃点火源的抵抗力 1633部分则以明火点燃来评估 两个冰丸燃烧器点火后的点火反应测试 这些测试的设计是将消费者使用的 床垫的普通点火源的不同版本考虑在内 Lisa在这一床垫安全规定 视频系列的第二和第三集 会详细谈到这两种检测方法 制定这两部床垫阻染法规的目的是什么呢 16CFR的第1632部分 涵盖床垫和床乳垫的依然性规定 这条法规于1972年生效 该法规旨在通过改善对香烟等 阴燃点火源的抵抗力 提升居家用床垫的安全性 虽然1632部分涵盖的是 由譬如香烟等阴燃点火源 造成的常见起火情况 床垫仍然是容易被加重明火 引燃的危险燃料来源 数据显示 由此引起的火灾 对导致数量可观的死亡和受伤 是一个因素 无防火保护的床垫 只需要几分钟 便会达到闪燃所需的条件 闪燃是顺时引燃整个房间 以及房内物品的关键点 针对这种危害 我们制定了16CFR第1633部分 它是一条涵盖了床垫套组 易燃性明火的法规 该法规增加了消费者 发现起火的时间 从而增加了逃离致命火灾的机会 这条法规是2006年制定的 从2007年7月1日起生效 它不仅适用于床垫 也适用于床乳垫 因为我们的数据显示 床垫的高燃料复合 是导致我们所研究的火灾事故的一个关键因素 刚才提到的两条法规 指出了一个原型测试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 一个有代表性的设计被检测 并被用来决定 接下来制造的产品是否合规的基础 任何对此设计所做的变动 都必须经过检测 以决定变动对符合法规是否有影响 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原型测试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可以了 在这个例子中 A厂设计并制造一款床垫 按照这一设计 它制造三张用于检测1633部分的床垫 两张用于检测1633部分的床垫 如果这些床垫连续成功地通过了所有检测 那么这款床垫设计便成为合格原型 工厂A可以继续制造该款设计的床垫 也可以借助合理客观的标准 做出细微变动 设计刺激原型 刺激原型设计不需要检测 因为它已有合格原型所代表 由1633部分覆盖的细微变动 包括对床垫尺寸的变动 多数变动是对床垫布的变动 这里所说的床垫布 是指罩在床垫上的布料 以及一些部件或设计的变动 1632部分所使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但是观念是一样的 只要原型是合格的 工厂A就可以继续制造 该款设计的床垫 有一个区别 即第1632部分规定 如果合格原型设计中的床垫布 或码边有变动 那么就必须做额外的香烟点燃检测 根据工厂A的合格原型 工厂B可以制造和检测一个已被认定的原型 认定原型和合格原型完全相同 只要它通过了1633部分的检测 那么工厂B就可以继续制造 根据认定原型款设计的床垫 或者可以借助合理客观的标准 做出细微的变动 设计刺激原型 生产商要注意的是 任何在根据1633部分 做出的合理客观标准的基础上的变动 都必须同时符合 我们上面所说的两条标准 即1633部分和1632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共享原型的版本 共享原型指的是生产商 使用另一个生产商所开发的原型 共享原型必须做认定检测 在这一版本里 工厂A会依照1633部分做三次检测 来测试三个样板 以确定原型是合格的 工厂B从工厂A那里 获得合格原型的详细设计 然后测试一个样板 对原型进行认定 只要设计的细微变动 是根据合理客观的标准所做出的 那么工厂A和工厂B 都可以制造刺激原型 而不必进行检测 这一例子说明了原型共享 可以帮助减少检测的费用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哪些记录必须保存呢 可以啊 我们刚才讨论的两条法规的相关记录都必须保存 制造商保存的记录必须是英文版本 必须保存的记录有测试结果 质量保证文件和详细的生产信息 原型记录也必须保存 这包括用于生产原型的所有材料和施工方法 刺激原型的记录必须清楚地说明对合格原型所做的任何变动 所有的记录必须保存在制造商那里 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床垫 美国境内必须保存记录的副本 进口商对合规负有责任 所有必备的记录在原型被使用时必须保存 并一直保存到原型停止使用后的三年之后 这意味着如果某一件产品依赖对某一特定原型的检测 那么该产品的记录只要产品在生产中就必须保存 而且一直保存到该产品生产停止后的三年之后 儿童产品可能会有更多的保存记录的规定 有关保存记录的详细信息 请参照1633.11节和CPSC网站上的CPSC床垫规定信息网页 床垫有没有标签要求 有的我们所说的两条足染法规都有标签要求 与1632部分相比 1633部分的床垫标签要求更为详细 床垫必须附有清晰可见文字易读的英文永久标签 标签上必须列有以下信息 1. 美国国内制造商或进口商和外国制造商名称 2. 美国国内制造商地址或进口商和外国制造商地址 3. 制造年份和月份 4. 型号 5. 原型识别号 6. 认证声明以及 7. 著名床垫是否单独或与底座一起销售 包括应该使用哪种底座的信息 详细标签信息请参阅第1633.12条 制造商只要满足1633部分的要求 也就符合了1632部分对于床垫的规定 床垫上不需要贴有另一张专为1632部分制作的标签 这张图片显示了两张标签模板 一张是可以独立使用或配合特定底座使用的床垫标签 也就是左边那张图 另一张是无底座床垫标签 也就是右边那张图 床乳垫有没有标签要求 有的 所有床乳垫都必须标明生产年份和月份 以及生产地点 如果床垫被化学阻燃剂处理过 那么被处理过的床垫 必须标有一个字母T的标签 而且必须富有让消费者 懂得如何清洗和保养床垫的说明 以保证床垫的阻染功能 床垫生产商还必须明白 美国的很多州和地方监管机构 对床垫和床乳垫有额外的标签规定 生产商如果在那些州销售床垫 那么对于这些州的规定也必须了解 如果床垫和床乳垫不符合1632部分 那么CPSC会怎么办呢 CPSC对不符合1632部分规定的产品 会采取行动 虽然这条法规也实行了好几十年 我们仍然会见到在美国销售的床乳垫 不符合这些规定 请看下面这个床垫 床乳垫被召回的例子 CPSC有没有遇到不符合1633部分的床垫 遇到过 CPSC见到过不符合1633部分规定的床垫 CPSC对这些床垫采取了行动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张海绵床垫被召回的例子 还有其他床垫和床乳垫 必须符合的规定吗 正如我早先提到过的 婴儿床垫和婴儿床乳垫有额外的规定 任何园艺为儿童设计的床垫和床垫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联邦油害物质法 FHSA 规定园艺为12岁和12岁以下 儿童使用的产品中的铅含量 不得超过100ppm 根据消费品安全法CPSA 园艺为12岁和12岁以下 儿童使用的产品 以及一些普通用途家具 油漆和其他表面图丛中的 切浓度不得超过90ppm 消费品安全法 对婴儿床垫和婴儿床乳垫 还有零本二甲酸酯含量的规定 儿童玩具和育儿用品 即用于协助3岁以下儿童的睡眠 和喂食的育儿用品 其中某些零本二甲酸酯的含量 不得超过0.1% 对上述儿童产品安全规定的检测 必须由被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来做 专供12岁和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必须伴随儿童产品证书 简称CPC 以证明产品通过了所有规定 必须做的检测 儿童产品证书必须依赖被 CPSC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 对产品必须遵守的所有规定进行检测 婴儿床垫必须出具CPC证书 其他专供儿童使用的床垫 可能也必须有CPC证书 美国进口商负有提供检测认证的法律责任 但是美国境外的生产商 可以对产品做检测 然后将检测结果提供给美国进口商 美国进口商可以根据上售检测 开具证书 只要在符合所有规定 并采取适当谨慎措施的前提下 我们这儿所说的适当谨慎的意思是 从事同种业务或工作的甚甚 且有能力的人员 在类似情况下会采取的谨慎程度 适当谨慎这一措辞 不允许故意的无知 另外 进口商和美国国内制造商 必须符合追踪标签的规定 主要为12岁以下儿童使用 而设计或主要供其使用的儿童产品 必须具备明显的永久性标记 通常称为追踪标签 这些标签必须附在产品及其包装上 清晰可读 并且提供某些识别信息 追踪标签必须包含下面的基本信息 1. 制造商或自由品牌商的名称 2. 产品的生产地点和日期 3. 有关制造流程的详细信息 例如批号、序号或其他识别特征 以及 4. 任何有助于确定产品 具体来源的其他信息 所有追踪标签信息均应清晰可读 遵守追踪标签规定将有助于提高产品 任何未来召回的有效性和对产品召回的响应率 它也对CPSC工作人员 以及处于商业链中的企业提供协助 当某个零部件被认定为有危害或违规时 追踪标签可以协助识别 可能还有相同零部件的其他产品 您认为哪些是制造商应该记住的最佳生产方式? 我们有一个标签的最佳方法 我们应该追踪标签或标签币 以认为CPSC的需求 这张图片列由制造商在设计床垫或床乳垫时 应该遵循的最佳生产方式 以符合CPSC的规定 观看我们这期视频的制造商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床垫阻然规定的信息 有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资源 您可以推荐的 CPSC网站由床垫阻然规定信息网页 上面有很多连结 包括美国联邦法典1632部分和1633部分 以及关于这两条法规的工作人员 试验室检测手册和其他有关床垫阻然 题目的近期演讲 在网页上您还能订阅CPSC关于床垫规定的最新消息的连结 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信息值得分享 我们会向订阅者发出通知 订阅我们的ListSir和经常访问CPSC网站 是了解CPSC有关床垫阻然规定的最佳办法 最后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与我们联系 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在床垫安全规定系列视频第二集里 我们要重点讲述1632部分中 关于应燃点火测试方法 关于应燃点火测试方法